女星余淑欣过去曾参加选秀节目青春有你2 以第二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组合The Night出道 组合原定于2021年举办解散演唱会 然而因疫情关系 演唱会被迫延期 直到17日才终于顺利举行 不料余淑欣在舞台上表演时 额头上出现红色的光点 疑似有观众在台下 拿着雷射笔试图伤害他 与雷射笔扫射到眼睛可能造成失明 因此粉丝们都相当气愤 纷纷发声谴责激光笔持有者 也认为安保措施做得不充足 才会让这些人有机可乘 人的消息曝光后 有粉丝出面澄清表示 如果有到场观看演唱会的人 其实都知道那不是雷射笔 而是舞台的灯光效果 在表演期间 其他成员的身上也出现相同的红点 因此并非观众针对于舒心 希望粉丝们不要过度敏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